北京时间2024年8月4日 巴黎奥运会与毛球比赛展开南双决赛的争博 国语头号组合两尾坑和王场对阵中国台北的李扬和王麒麟 最终两尾坑和王场一比二不敌李扬和王麒麟 收获巴黎奥运会南双亚军 结束自己第一次奥运之旅 以下为具体赛况 两尾坑和王场已17 21 21 18 19比21西拜李扬和王麒麟 无缘冠军 第一局开局两尾坑和王场失误有点多 处于落后 但是一直咬住比分 以8到11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 两尾坑和王场慢慢追平并反超比分到13比12 不过对手很快又反超回来 并逐渐拉开比分 虽然两尾坑和王场也很顽强在追分 但是局莫一个关键发球失误 情抽党又出界 以17比21先输一局 第二局 两尾坑和王场在发阶发环节还是做得不够好 开局以1比4落后 不过两尾坑和王场很快又追到6平 随后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两尾坑和王场还是19比11落后2分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 两尾坑和王场一直咬住比分 终于在18平后实现反超 连得三分拿下第二局 将比分扳平 决胜局 开局双方打的还是非常胶着 两尾坑和王场在2-4打了一波5-1的小高潮 反超比分到7-5 不过在9-7时 两尾坑和王场打的又有些急了 被反超 最后一时到11进入换边 换边回来 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 对方防守很好 也很拼 在13平后 两尾坑和王场又被拉开比分 有一个没必要的挑战还是应该用在关键地方 才判关键时候又判发球为例 14比18落后 两尾坑和王场也没有放弃 追到19-20 可惜最后还是两分惜败 奥运会与毛球男子双把决赛 历来是与毛球赛场上的中投戏 吸引着无数球迷的目光 在这场巅峰对决中 王场和两尾坑与联合王麒麟的较量 无疑成为了本季奥运会与毛球比赛的一大看点 然而 比赛的结果却让人万叹息 王场和两尾坑一到二的比分汉师金牌 只收获了一枚银牌 回顾这场比赛 我们不难发现 王场和两尾坑的失利 主要源于失误过多 气势低迷以及裁判的一些争议判法 1.开局不利 失误连连 比赛一开始 王场和两尾坑的状态就显得有些慢热 面对了杨和王麒麟的强势进攻 他们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开局阶段 他们就以1比3落后 这种劣势一直持续到8到11进入间歇 虽然在间歇回来后 王场和两尾坑连续追了三分 将比分追至11平 但此后的比赛中 他们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失误的困扰 在整个第一局比赛中 王场和两尾坑的失误频频出现 无论是发球 接发球还是进攻 防守 他们都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这些无谓的失误 不仅让他们失去了很多得分的机会 也让他们的气势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相比之下 李扬和王麒麟则显得更加稳健和自信 他们在比赛中很少出现失误 每一次进攻都显得那么有威胁 2.气势低迷 难以逆转 除了失误过多之外 王场和两尾坑在比赛中 还表现出了气势低迷的一面 在面对李扬和王麒麟的强势进攻时 他们显得有些位守卫角 不敢放手一搏 这种心态上的劣势 让他们在比赛中更加被动 难以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尤其是在第一局比赛的最后阶段 当李扬和王麒麟开始发力将比分扩大时 王场和两尾坑更是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他们无法有效地组织起进攻 也无法防守朱对方的猛烈攻势 最终 他们以17-21的比分丢掉了这一局 未整场比赛的势力埋下了伏笔 三 裁判争议 学上加霜 除了事物和气势之外 裁判的一些争议判法也成为了 王场和两尾坑势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比赛中 裁判的一些判法确实让人感到有些匪所思 例如在一些关键球的判法上 裁判似乎更加倾向于李扬和王麒麟一方 这物意要王场和两尾坑的势气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尤其是在第三局比赛中 当王场和两尾坑努力追赶比分时 裁判的一些判法更是让他们感到无助和沮丧 这些争议判法不仅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 也让王场和两尾坑的心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他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 也无法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四 阴台之汉 未来可期 尽管王场和两尾坑在比赛中遭遇了诸多不利因素 但他们依然凭借着顽强的伊丽和拼搏的精神 赢得了这枚宝贵的银牌 这枚银牌不仅是对他们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他们未来潜力的期许 回顾这场比赛 我们不难发现王场和两尾坑在技术和心态上还有待提高 他们需要更加注重细节的训练 减少无畏的失误 同时也需要更加自信和果断 敢于在比赛中放手一搏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在未来的比赛中走得更远 更高 此外 对于裁判的争议判罚 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虽然裁判的判罚确实对比赛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王场和两尾坑在比赛中的失误和气势低迷 也是导致失利的重要原因 因此 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来审视这场比赛的结果和过程 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5.结语与展望 总的来说 王场和两尾坑在奥运会与毛球男子双打决赛中的表现虽然有些遗憾 但他们的努力和拼搏精神依然值得我们肯定和赞扬 正面一台不仅是对他们过去努力的回报 也是对他们未来潜力的期许和鞭策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王场和两尾坑能够继续努力 不断进步 在羽毛球赛场上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 同时 我们也希望中国羽毛球队能够更加注重双打项目的培养和发展 为未来的比赛储备更多的优秀人才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羽毛球队一定能够在双打项目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两位23岁的小将 是自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羽毛球项目正式进入奥运大家庭以来 进入奥运会羽毛球决赛的最年轻的男双组合 国与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男双组合 师傅海峰和蔡运的风云组合 如今年轻的梁王组合已经非常接近前辈当年的壮举 给到球迷很大的遐想空间 新的风云时代会到来吗 傅海峰和蔡运在与谭叱咤风云的是余年 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男双的窘境 还为世界与谭带来了许多男双之最 风云组合的故事开始于2002年 他们在国家队的集训中选中了彼此 当时他们需要肩负的责任不小 在利永波和甜品一搭档拿下 1987年和1989年连续的两个世纪赛男双冠军后 中国男双争夺冠军就显得十分艰难 与单打的耀眼成绩形成鲜明对比 男双是过与长时间以来的最大问题 傅海峰和蔡运的到来为中国男双带来了希望 他们技术互补 蔡运右手握拍 主攻前场 技术灵活细腻 号称往前一堵墙 傅海峰左手握拍 主攻后场进攻 杀球速度快 号称后场一门重炮 在逐渐熟悉彼此的过程中 这对男双成长迅速2002年的中国公开赛 他们闯进了四强 2004年瑞士公开赛拿到配对后首个公开赛冠军 2004年汤姆斯背中帮助中国队夺冠 2006年卫国与时隔17年拿下试锦赛男双项目金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 风云组合过关斩将杀入决赛 但数给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度尼西亚组合亨德拉和马尔基斯基多 获得银牌 彼时两人定下约定 要一起去伦敦争冠 这对黄金搭档没有食言 2012年伦敦奥运会 走出北京奥运会一霉的风云组合 终于拿下奥运会男双冠军奖牌 配对十年 风云组合集齐了世界杯 汤姆斯杯 苏迪曼杯 世锦赛 奥运会冠军大满冠 也获得了最多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冠军 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中国与谭一直在等待下一个风云组合 如今两位灵命后小将的冉冉升起带给了人们希望 他们虽资历尚浅 但也已经有了不少出色成绩 2022年两尾坑和王场开始组合 从积分排名400多名到现在排名世界第一 只用了党党两年时间 王场的长处在于前场 移动速度快 而两尾坑的长处在于进攻 瞬间爆发力强 他们在场上也达到技术上的互补 对于王场 他体现出了如蔡运般的球场组织和控制能力 而两尾坑的身上也有些许富海峰的影子 他继球力量大 不服输的性格也对他的进攻带来积极影响 从东京奥运周期以来 南双就是国宇的短板 两网组合在巴黎奥运会上 在与高手的对决中展现出新生代的特点 快 移动快 回球快 应变快 快的同时技术也足够细腻 从小组赛开始一路强势取胜 随后横扫印尼王牌组合双A闯进四强 半决赛又经历苦战淘汰马来西亚组合 谢定峰和苏韦泽晋级决赛 两人在比赛中的默契度和心态调整能力 让人眼前一亮 已然超越了这个年纪的成熟 金牌争夺战 对手是中国台北队的里昂和王麒麟 上届东京奥运会的未免冠军 两王组合决赛中攻势快前猛 也能够在逆境中计时调整 遗憾的些许场外因素的影响 以及大赛经验的缺少 考虑到两人都只有23岁 且各方面的能力正处于上升期 相信随着他们的成长 下一个中国与毛球男双的风云时代可攀可期